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大家听到的那段音乐就是古琴音乐 《跨山鱼》 我是刘楚华 我是一个古琴音乐的外套者 我弹琴四十多年了 我们现在用一段很简短的短片 给大家介绍一下古琴的一般音乐知识 古琴原名其实是琴 不过我们也叫做七弦琴 顾名思语就是有七条弦 安放在两块木合成的共鸣体上 我们现在看到这张琴 琴面是圆圆的 好像船底那样 琴底是平的 我看到有两个孔 里面有一个合长的共鸣箱 然后有两个硬竹 用来支撑琴体 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用来安装七条弦 七条弦绑在这边 是由琴面的这个涌柳 这个孔里穿出来 做一个琴 一个形头 这样就穿过去 我平时弹琴是把乐器很安稳地摆在一张平稳的木桌上就可以了 只要摆在那里不会动 我个人就坐在整个琴场的三分之一的位置 主要就是方便左手可以由头到尾 在琴面可以自由滑动 这样弹起来就会很舒服 很符合人体的工学 我弹琴的时候通常是用右手弹拨的 这种叫做散音 第二种我们叫做泛音 左手是可以在整个琴面自由滑动的 第三种我叫做泛音 按音、反音、散音的三种音色交错 就形成了我们琴曲不同层次的音色 中国文化的特点都是喜欢静的 当然也有热闹的音乐 譬如婚礼、节兴的日子 民间音乐也很热闹 戏曲也有热闹的音乐 是不同的场合 但如果是个别、单独的 或者是失恶 琴琴就是很适合 在香港这麽嘈杂的环境 我们更加需要有宁静 中国人有一句说话 宁静致远 如果你的心是静 你弹音乐静 你个人就定 定了下来 就不会对复杂的环境 或者是变化会感到恐惧 这是我们香港人最需要的 反而是精神上最需要的一种 一种安慰和稳定 所以琴琴就有这样的好处 我觉得 York 是 也不可能 这 我 我 我老師是一個很有傳統文化修養的優雅的女士 她的詩歌文學的修養 她的整體人的修養 基本上是一種傳統文化的底氣 托著那種古琴 所以後來我也覺得 我的古琴不是彈得很好 其他東西都不是很好 綜合起來 我所讀的書 我所接觸到的人 我其他的經驗知識 其實都可以豐富我這個音樂的內容 所以一個人到了年紀大 如果你有努力讀書 有工作 有人生的經歷 那你自然在音樂裏面也能體現到那種豐富的內涵 如果讓你見到你老師現在在上課 或者問問他什麼 我想一下 她說很辛苦 我會跟她說 老師 你教我的時候 我就不太明白 我只是彈 我對音樂不太明白 但現在呢 老師走了 我開始有點明白 但我還是彈不到 我以為最初學的時候 我以為我彈得很好 現在我知道我彈得不好 我會跟我學生都是這樣說 如果真的彈不好 不要緊要 你繼續努力 你到了那一段時間 就會明白 但最好早點明白 不用等50年 等到明白的時候 老師走了 沒得交流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老師 你早點可以告訴我 所以就是 人的時空是有限的 很多時候會交諸失秘 有時遇不到老師 但遇上了老師 都未必能夠掌握得到 這就是一種緣分